黄金 黄金是一种贵金属 从有人类练金历史开始 印着黄金美丽发量的金黄色 再加上不容易因年日 和气候改变而变色或受色 自古以来都是富人 或者是黄族收藏的目标 成为财富的象征 也是贵价首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绝大部分的名标首饰 都使用大量的黄金 来凸显出他们的价值 现时黄金价格大约是1700美元一盎司 即是大约13000港元 一条10盎司金条的价值 足以超过13万港元之据 因为黄金价格在过去的十多年间 不断持续上涨 令不少不发商人 开始在近年公然制造 用运有其他重金属的金色或金条 例如由2009年开始 就有新闻报导指出 有人将衣、铜污等 和黄金重量差不多的金属 混入黄金首饰甚至金条里面 然后在市面上的金铺放售 而假金的仿真程度 连用火窗烧金检定的方法 都不能够发现它的真似 占沙咀这间珠宝店 近半个月收到大批高科技的合成假金 损失大约4万元 但金行就没有报警 店铺收到大部分的都是一些假金链 这些假金部分含金量低至只有五成 假金中间部分混入衣和鹅等金属 以往珠宝店会用火烧的测试方法 去验证黄金的真偽 如果假金被火烧过之后 表面会呈现雅金色 不过最近发现的这批合成黄金 就算烧的时候也分辨不到 以往假的金是如何呢 将金里面是银的 包着金去行片就多了 或者是低金的 它就电了黄金色去验证 但是那些已经被人识破了 这次就很特别了 因为先来说是金和银的混合不上 在表面看 用以往的方法烧它 或者是拯开它 都是看不到的 那就要用特别的方法去看 业界估计 本地珠宝店損失超过一千万元 九龙首饰业商会就事件 已经向会员发出指引 要求会员改用甲的方法 测试黄金 烧了它 以前是.,每个和真,都是一样的 但是表面看不到 它적인其中一个特色 也就是比较硬 例如像这些 很容易贬变 一鼻烈便贬变 它 supermarket非常硬 它说已经提醒前线员工 在收金时候要加配小心 又说暂时都不会要求卖金的顾客出示身份证明文件 再及至2012年3月 有人在互联网上公开 发现原来一条外表 貌似一些名牌金条的假金条 在市场上大量出现 甚至被人发现 存放在银行金库里面的金条 以用作金融储备的金条 都是用纯金再包污金属的假金条 竟然用各种常用的检测方法 都不能够分辨它的真意 甚至用X光机检定的时候 都定为99.98%的金条 只有将金条切开 才能够见到里面存放的污条 而假金条 只是有25%的表面为黄金 而一盎司的污 只是需要一美元左右 对比黄金的1700美元一盎司 可谓天渊之别 连著名的金融财经网站 例如福布斯 同著名的新闻社路透社 都有报道假金条的发现 并且为社会带来冲击 此外 2012年10月 美国也都报道 纽约曼克顿地区 在市场中发现假金条 相同地都是由25%的黄金 包括75%的污制成 报道也都指出 假金条的来源地是中国 由一些不法犯罪组织所制造的 甚至拒制假金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 90年代的美国总统 克林顿时代 国际货币组织 在2009年的时候 声称他们的黄金储备 为3217吨黄金 在2009年 第三季即是出售了403吨 其中的200吨 出售了给印度 但是到了2009年12月 有报道指出 这一批由国际货币组织 所出售给印度政府的 200公吨重金条 即是7054,800盎司 总价值超过110亿美元 却是全部是包金的污条 也是同样是只有25%的黄金 此外 位于美国 洛克斯堡的美国财务部金库 虽然声称 有8200吨金条的库存 但是已经有不少人质疑 这一个差不多 有40年未开放级任何政府人员 议员或者美国市民 入内检查的所谓金库 究竟 还有没有黄金存放期内呢? 而美国参议员 Ron Paul 也曾经在2011年12月 提出要求检查位于 洛克斯堡金库 是不是仍然存有 至1930年代 由美国政府 所充公人民的黄金 以及其后所处备的 总共8200吨黄金 却是遭到拒绝 在2012年 另有电视台 曾经追访有关 洛克斯堡金库 是不是传有黄金 而向当局作出查询 但是也同样遭到拒绝 最多人知道 Ron Paul 是一位 总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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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gree with him. He uses the term stolen, but at any rate, it's still the American people's gold. We deserve to know where it is and how much is it. I agree with that. But I asked point blank in my email, do you think Fort Knox could be empty? And here's what he said. He said it is certainly possible. But what he thinks people are concerned about is whether any of this gold is involved in gold lending or gold swaps with bullion banks, foreign governments and central banks. Which is just as bad. Absolutely. Well, there's one last question I asked him. I said, what is the main reason the government operates in such secrecy with regard to the Fort Knox holdings? And he said, the government always operates in secrecy on everything. The government feels like it is our parent and treats people the same way a parent would treat a child. Hey, Scott. Yeah. Can I have Ron Paul's email? Those are powerful words coming from an elected official, that the public's being duped about the contents of Fort Knox. As he said, I could face it pink or two. The government is like one day. There'd be okay with that. This door as I said, doesn't have one. This door is easy. He decision can have a делать好了 monsters but make it through. What's the future of McQueen, done the choice for his Hey to watch the same thing as his Sweats. mr. COB